敬礼 我們上一堂課已經針對這個 我們針對我們的所有的氣體 它在解熱過程 或者是在等溫過程 然後它整個的 氣體的這個微觀的情況之下 来看我们的整个气体的动力学的部分 那也就是我们的热力学 那我们今天我们接着来把它这个整个延伸一下 我说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在CP-CV 这个是等于R 那这个是定压的热容量 这是定容的热容量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这个关系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只是应用在一个 我们一般的理想气体的情况之下 那理想气体我们在之前 看到课本的table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单原子的气体 亥南拉克三东那一行列的 是比较属于遵守这个关系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在前面 我们在推导整个气体的运动的 这个速度跟它的温度的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在之前推导出来的结果 我说Total的压力 这个是等于三分之一的Low 然后V平方的Bar 这个V平方Bar的话呢 就是这个Particle的速度的平方在平均值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速度的平方的平均值在开根号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均方根值 先Square再Min再Root OK 这是Square 然后这个是Min 再平均 然后这个是开根号 OK 所以基本上面 我们讲 在这个压力的话呢 跟气体的这个 氢烷跟速度已经有关系了 然后 我们在推导这个整个的 这个 气体的速度的部分和它的动能的部分的话呢 跟它的温度之间的关系 在之前 我们把它写出来的部分是 Total的Energy OK 那它有等于三分之二分之三的NRT 那这个是Total的Energy的部分 那这是墨速 OK R的话呢 是气体常数 这都是我们之前 这都是我们之前所推导出来的 那基本上面 这个U的值的话呢 事实上是N个particle 那这N个particle呢 每个particle有的能量 它就是二分之一的NV平方的平均值的部分 所以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推导出来 二分之一V平方的半这个东西是等于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三的KVT的部分 OK 那如果你不健忘的话呢 你会知道的是这个部分 V平方的部分的话呢 的平均值实际上就是VX加VY加VZ 这三个方向的平方 然后的平均值 那我们说实际上是VX的平方的平均值跟VY平方的平均值跟VZ平方的平均值是相同的 所以基本上面VY平方的平均值就是三倍的VX平方的平均值 换句话说 这里面实际上二分之三的NVX的平方的平均值就等二分之三的KVT 那我们把这个三三消掉的时候就是二分之一NVX平方的平均值是等二分之一KVT 那这个不只是用在X方向 Y方向Z方向都一样 就等于 然后Z方向也一样 那我们在推导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就考量的是气体分子的运动 在平移的运动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现在你考量的是气体分子的 Cannate energy 它是translation的部分 那它的这个是二分之一NVX平方 那Y方向Z方向都一样 那如果我们考量 如果这个气体是有在转动呢 那什么时候气体有在转动 我说 两个particle OK XYZ的三个方向的particle的部分 那你看到了这是双原子分子 那双原子分子的话 它可以怎么转 它可以绕着X轴转 OK 它也可以绕着Z轴转 对不对 它唯一是绕着Y轴转的时候 它几乎没有 因为它这个particle 我们大概都可以把它当成是很小的particle 所以它可以是这样子转 也可以是这样子转 但是这样子的话 就像你铅笔根本没有转动动能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面像双原子分子的时候 它其实有两个空间 你必须要考量它的什么rotation的部分 那每一个rotation 它是I omega的平方 OK 这个I 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 你如果对的X轴转的话 那它这个I就是 对应的 X轴的什么 转动动能 转动的惯量 然后转动的动能 那如果你是对应的Z轴 那就是1 2分之1I Z Omega 这也是对的Z轴 这是对的X轴 那如果不是双原子分子 三个原子的分子更复杂的时候 你可能要加三度空间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Vibration 那Vibration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双原子分子的话 那原子并不是在静止不动 也不是被一根这个硬硬的棒子给弄住的 它实际上你是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弹簧 那这个弹簧呢 这个分子呢是 它可以这样子在Vibration OK 那它也可以是什么 它也可以是这样子在 就是这样子在Vibration 那它也可以是这样子在Vibration OK 这也是它的Vibration的一种方式 OK 那这也是一个Vibration的方式 那这是最常见的这个Vibration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呢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执心在动而已 它整个原子可能没有在这个Vibration 所以每一个Vibration的时候 这个中间都把它视为一个弹簧的话 那这个弹簧就有一个弹力系数 弹性长度 OK 弹性强度的部分 所以每一个Vibration 都可以把它视为Kx平方 这样子的一个动能 那所谓的X就是什么 它的压缩量 压缩的部分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它可能压缩量就不一样了 所以基本上Vibration的部分 它也是可能有一个 你可以考量它的动能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这个动能的部分 还可以一个是 这个Vibration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 你这个每一个particle 你可以把它当成N1N2好了 那你知道我们在之前 这两个particle 我们在举一个例子的时候 不是只有两个particle 如果是三个particle的时候 那这是在Vibration的时候 那更是复杂的情况 也许这一颗是往上 两颗是往下 就是这一颗往前 这两颗是往下 也有可能 那它有非常多的Vibration Mode 所以在化学上面 你可以依照不同颜值的Vibration Mode 去探讨 你这个颜值是怎么动的 或者是你的分子是怎么动的 这个也是一个研究的主题之一 那这时候你就是 两个不同的弹簧也不一定了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可能你整体的速度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磁心的速度 跟你的reduce mass的部分 那这也是一个 然后你这个呢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potential energy的部分 你再来Vibration的potential energy 那这个呢 是你在canatic energy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 全部通通 可能是这些atom的运动方式 每一种运动方式 每一种的运动方式 我们就成为 它是有一个自由度 deque of freedom 那换句话说 在乐力学里面的话呢 在古典乐力学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可能是translation 过rotation 过vibration 不管 我说1分之1的mvs平方 要等于 这平均值 这挂号就是平均值 vy平方 那等于1分之1的mvz平方 那也可能是跟i 就是rotation相关的 它全部通通是 这是一个deque of freedom 它通通是一样的 它所占据的能量 都是一样的 等等等等 每个deque of freedom 它所占据的能量都一样 那每个能量是多少呢 就是1分之1的kVt 这每一个particle 那如果一末呢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2分之1的rt了 所以每一个deque of freedom 我们在乐力学上面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东西就叫做 我们的能量晶分原理 ok 它是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回来看看 我们上个礼拜 礼拜一所推导出来的 这个整个的结果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对单一个atom来讲 其实只有一个 单一个atom的部分 这是more 那对单一个atom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面 一个atom在这边的时候 它不可能有什么rotation vibration 所以它只有 translation的部分 换句话说 它只有translation的部分的话呢 那它的total energy 也就是我们在这边讲的 u的部分 u photo energy 每一个atom 它就是等于 2分之1m vs平方加vy平方加vc平方的平均值 那这个就是2分之3的rt 然后你看看你有多少个more ok 所以对cv来讲的话 cv是什么 cv就是rongu rongt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du是等于dq-pdv 那v是constant的时候 这个项子等于0 所以du就等于dq 所以cv本来这是du dv 那在v dq dt的部分 那在v等于constant的时候 其实你就把du的部分 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就是等于2分之3的r 这已经我们就知道 你把它算一下 大概三个more 三卡每more 不是三个more 三卡 permore per2k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cp跟cv是都要差一个r 所以cv加r 就差不多2分之5 那这个大概就是5个 每more 每度k ok 那我们的伽马值 cp 减cv 你把它算一下 大概1.4 1.67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单一个分子的情况之下 也单一个atom的情况之下 那这是我们已经了解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氢气氧气 这些都是双原子的分子 那双原子的分子的部分的话 就回归到我们刚刚看到的 第二种情况 它可能就是一个亚鳞形 我们说我们的atom 基本上面 它有三度空间 三个degree of freedom 它是什么 它是translation 然后呢 你看到了 它有两个degree of freedom 它是rotation 所以 基本上面 这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还有z方向 你沿着z轴转动跟s轴转动 所以你把它加起来的话 我们看到你的total的 entery的部分的话呢 这translation的部分 就是跟这边一样 二分之三 ok 我把它写更详细一点好了 三度的空间 三度的degree of freedom 每一度都有二分之一的rt ok 那两度的rotation 每一度都有二分之一的rt 的energy 好 被每一个mol来讲 那一共有几个mol呢 你一共有n个mol 所以你加起来n个mol的total energy 就是等于二分之五个mol 所以我们看到cv是等于多少 cv呢 基本上我这边还是除以n分之一 这没有除 会把n没办法除掉 所以这n分之一 longu longt 然后在volent constant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等于二分之五 那同样的cp的部分 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关系是 这个拿过来用一下 那我们来check一下 这是二分之一 7r的部分 所以你去把那个课本的table 拿出来看一下的话 那这个cp的部分 就是我们二分之七 然后cp比cv 这就是我们的γ值 γ值是等于多少 五分之七的部分 是我们的双原子分子的情况 那也许有同学会说 那多原子呢 那多原子的部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地方 你就看看你这个原子啊 到底有多少度的translation 大概都是三度 三个degreeof的translation 然后多原子分子 也可能是三个degreeof heighton的rotation 那但是你可能还要加 其他的部分进来 所以我们说 要看你现在所探讨的 这个多原子是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NH3 这个氮气的话 那个什么ammonia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otal energy的部分的话 你这个再加上来的话 这已经是一个很N 然后 这一个NH4 一二三四 这样子的情况 OK 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话 他基本上面 你会看到 就是你就要把这个degreeof heighton 跟我们这边算法是一样 三度空间 每一度空间 都有二分之一RT 的translation 然后 三度空间的rotation 三个degreeof 的rotation 那每个都有这个二分之一RT 那你可能还要再加其他种运动 就是其中一种而已啊 那这个已经做过复杂的了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你们自己去探讨一下 那你把它全部通通加起来 然后再去算你的CV跟CP的部分 那我们会发现说 CPE跟CV的部分呢 会越来跟我们实际上测量到的 单一个分子的 单一个原子的CP减CV是等于R这个结果 会有所不同的情况 好那这个呢大部分 你们如果同学有去看到在课本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课本里面 在606页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看到那个亥奈亚克的部分 伽玛值大概是1.67左右 那跟我们算出来的1.67差不多 那双原子分子的话呢 这个氢氮氧ClCl2是1.41 1.40 1.35 好你们都没带课本来 有小数的同学有带来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算出来是1.40 还蛮准确的 那多原子分子的话呢 像那个H2O CO2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是1.3多 那我们如果是只有在 用这样子去算的话 这是33这边都不算他 你把这个neglect掉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方是等于 这是2分之6 就是3RNT 然后呢这个是4RNT 对不起没有NT了 已经拿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CP比CV的部分 这是伽玛 这个是等于1.33 所以 如果你只是算量 rotation跟translation 你可以看到是1.33 那在这个表里面 CO2的话是1.30 那二氧化硫的话是1.29 水的话呢是1.30 然后那个CH4是1.31 所以还是蛮准确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整个的气体动力论里面 所得到的能量晶分原理 是有整个是跟实验的结果是蛮准确的 那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面 我们在这个chapter里面 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在讲到的 post month distribution 那这个distribution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讲到 因为所有的distribution 不是只有post month distribution而已 那还会有这个 post Einstein的distribution 跟斐弥迪拉克的distribution 就有三种最常看到的distribution 那这个distribution是 古典的distribution在614页里面 就是气体的分子 那他跟他的这个速度的关系 或者是跟能量的关系 他整个distribution的部分 他是一个 这个post Einstein 我们说这个是 Post month distribution 那这个distribution 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 在V到V加dV 这两个速度之间 你找到粒子的货燃率是多少呢 你就是把这个 激起来 VV加dV 这个底下的面积 这个底下的面积 那我们把这些人叫做NV NV DV 这个是他的probability 在这个V上面找到粒子的货燃率 那你把它加起来 就是他的probability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distribution 说 你找到粒子的货燃率是多少 就是probability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particle的distribution 如果温度越高的时候 那这个distribution 那这个distribution 就会越往这个温度越高的方向 速度越大的 就是T1 T2 那T1会大于T2 所以 至于这个distribution怎么来的话 我在这边不讲 因为已经超过我们普通物理的范围里面 好 那这个Postman distribution 这个distribution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整个 速度的分布函数 或者是我们整个的统计力学里面 是很重要的 那 也因为这个distribution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把计算 我所有的particle 它的速度 平均值 或者是 rms的部分 或者是 像这个 例子的话 这个是他们 速度的最大的指 pick的位置 OK 好 这是两个速度 两个温度 它 这个 最大速度 最大 最大最可能的particle 它的速度 最 最多的particle 在这个速度底下 最多的particle 在这个速度底下 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的话 你这两个糖 质啊 其实都会比这个质来的高 这是 我把它理解 这是rms的质 那如果你把它计算出来 这是平均值 这是平均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大概 它平均值大于 它这个pick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后续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后面 你们在那个讲 啊 近代物理的部分的话 还有 我们在 下学期的后半部的时候 我们会再回来这个地方讲 然后近代物理还会再讲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一章就算结束了